原住民第一民族議會領導曾投票決定 將被指涉嫌、欺凌、騷擾行為的全國大遊長 亞奇·波爾德停職 不過他就說相關指控是抹黑 更要求對議會進行審計 李永宇報導 第一民族議會全國大遊長亞奇·波爾德 被自己的四名職員指控欺凌以及騷擾 現正被內部調查 亞奇·波爾德在星期四回應時發聲明 只作出指控的四人想從合約中獲取100萬元 他指責第一民族議會有串通和腐敗行為 他在星期五再發聲明說對他的指控是抹黑 再次呼籲對議會過去8年的營運進行司法審計和獨立調查 第一民族議會周行委員會和董事會 隨即投票決定將亞奇·波爾德停職流生 即時生效 理由是他的聲明為反對議會的義務、行為準則、 舉報政策以及他的就職誓言 不過亞奇·波爾德則質疑該決定的合法性 被認為將他停職是想轉移視線 這次也是首次有全國大遊長被停職 原住民議會亦下令亞奇·波爾德不可公開討論有關調查 並禁止他出席下個月舉行的年度大會及遊長會議 亞奇·波爾德在2021年7月獲選為第一民族議會首位女大遊長